好 新聞回來繼續光明頂 剛才講起《國安法》的時候 我真的找了香港政府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究竟國家安全包括什麼 其中一個叫做社會安全 包括社會治安和社會瑜伽 所以才開了口供 第二 告訴家人將來沒有陪審團 不過我們這些是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聽不聽就隨它吧 是啊 而且家翁如果想著在香港的律師不夠打 我就在外國找律師過來 只要上了國安庭 你找外國律師、英國律師 分分鐘都要經特首同意 連外國律師都不讓你用 那真是用《國安法》對待這家人 我就發覺差很遠了 這樣不行 幾年前在香港大佛口有一個豪宅 一個是由英國來劍橋畢業的基金經理 一個是英國白日 是親手謀殺兩名來自印尼的性工作者 然後被判是終身監禁 你知不知道他請的那個律師是誰呢 就是英國律用大律師Tim Oven 又請Tim Oven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律用大律師這些是可以請的 分分鐘這個老爺也好前夫也好 如果這麼多錢是可以請回 這個律用大律師英國大壯來打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說這件案是多層次多角度很多漢點 用這個漢點我又覺得很不公平 說一個這麼殘忍的殺人犯可以請過Tim Oven 其他人又不能請Tim Oven 這樣就好像有點不公平 還有我覺得現在香港的學校這幾天 社工、心理輔導、教師是極度需要支援 這幾天在學校上課 你又跟他說中國歷史、希臘、羅馬 是不是神話虛構 他理你都傻了沒有人說這些 所以整個香港現在的心理健康是很不正常的 為什麼我們會做到這樣的社會呢 因為我們真的有很多新聞不能說 先不要說政治安全 你不能說,不要說不能說 是你們自己不敢說 例如那個死者為什麼會這麼多錢呢 從何而來呢 2005年你說這個開放SIPA自由行 那時候董說背靠祖國 只要北水湧進來 就可以養活了全香港 現在真是北水的一條支流的支流 是養活你水浸 北水的祖國那些hot cash 是可以浮起整個香港 整個香港 為什麼現在有一條支流的支流 是搞到這樣的人命呢 是吧 這些是不是北水2005年 開放自由行之後的效應之一呢 是吧 那當然是有些人想幫上線 說地產霸權一定要 這個叫打擊 這個叫香港房地產 七嘴八舌圍觀的時候很多理論 所以現在這件案件 就像你馮博士說的 別的事不敢說 走去全香港 是控過頭在那邊看下來 在那邊看下來 在那邊看著這件事 我覺得 我覺得是有一個負面效應在處的 是啊 因為不單止政治問題不能說 你想想這件案件 剛才你說的 中港的金錢也不能說 甚至乎裡面有兩個人 其實你作為一個新聞記者 你看到你自己知道自己跟脫了 舉個例子 有一個聽聞被通緝的 通緝了幾年了 為什麼可以大無私讓周圍走幾年呢 難道羅冠衝回來香港 又大無私讓走幾年了 接著有一個涉案是一宗刑事案件 很強烈的刑事案件來的 強姦案 這個真的要給東方日報 他第一個發現了 這宗警長原來之前是涉獻了另一宗案件 但案件結果是什麼呢 沒有人跟下去的 那女事主就根據東方說 是給前老爺強姦的 我請問 現在已經靜了 那些me too campaign的那些人士去了哪裡呢 那時候不是很多香港那些 自由派知識分子 香港那些婦女團體 不是很多聲音的 現在涉嫌被老爺 那時候強姦過那個女事主 為什麼現在沒有me too那些人士去鼓勵他們走出來指證呢 為什麼會全靜呢 還是說其實這方面來說 大家都知道很難有證據呢 一定是這樣 為什麼整個香港會變成這樣呢 因為前幾年說me too 說這些人權 不是很好踴躍的 哇現在 全靜了 只是在研究那一堂倉 是否有認真呢 陶先生 這次我都要幫me too團體和香港媒體跟你說話 說真的我們不是不想跟這件案件嗎 我們鼓勵他們出來指證 只要受害人单方面出来指证就可以成立 这个将来很有用的 当然这家人来说整个心理报告 将来心理学家的报告这些很多言语未缺的问题 所以你全香港控制去谈论的话 要么谈论透切一点 不要只是个个都做偵探 就不是很符合香港这种国际城市的地位 那没办法的 为什么我们刚才都说要帮一些女性主义出头 又或者其他东西 因为你想… 其实是女性主义的问题 是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都说 其实他也很难去研究这宗案件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 牵涉到调查和警方近年是有很多投诉的 我讲到这里我都不敢讲下去 你看看曾志豪你看看专子 说错一点都会有人传讯过来 那很明显大家都会知道 就是警方某一个部门 是不是经常讲看节目的嘛 那就是直接新闻封锁不准讲了 这件事不准报了 是不是 是 现在好像不是 现在每天警方都有最新消息告诉你们 你们个个追看嘛 警方又是讲煲汤 那记者不敢问 我是个记者我都不敢问 神经的吗 东方就问了 为什么三天在煲汤里 你三天才能找到嘛 全香港有一份报纸是比较英勇的 你抬煲回去三天做什么呀 是不是没有闹底的 那煲里面可能有另外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真的 香港现在只是讨论这件案情 你都知道了 我们其实现在欠缺的 不单只是一个普通港政治类的新闻事 你看到很多红区误区的 这件案件又牵涉中港 又牵涉一些职业 你怎样讲下去呢 最后就是大家讲了煲汤 那就是你阻交理论又出来的 这些受害人啊 什么东西啊 或者道德伦理啊 这个是什么伦理呢 伦理那里都有大解构 在学术方面 是 当年最大一个解构 就是当年的立法会议员 打算和家庸脱离关系 大家问脱离家庸关系 只能第一个方法就是离婚 这个明媛就告诉你 其实不用了 连大白前大白前家庸 这些字在以前的中国伦理学 都没出现过 就是说 所以说一度你做过 媳妇叫过老爷 永世都是老爷 所以那里有说 在那里登报纸 脱离关系而已 是吧 脱离不了 因为中国伦理 三重四德等等 永远在这里 你看这个 还有中国语文的问题 锁死你 叫前夫 前家庸 前奶奶等等 为什么你买一层楼四千多万 你跟那个叫做前老爷 有什么关系等等 佳谈汉耳 都非常之丰富精彩的 是吧 是呀 真功了 我又劝语 法庭快点颁布一个禁制令 因为正如我刚才说 是对全香港的心理健康 是带来极大的阴影 很多人会因为看得多而抑郁 尤其是中小学的先生没得教 还有影响 这个叫做马保道街市 那些萝卜送菜价格 对整个香港大陆说的方方面面 造成的负面效应 所以现在不是说四十八小时 将成家什么前夫老爷奶奶 都停下锁链提堂 是应该由某一个法官出来 颁布禁制令 不要再说了 我们那个名顶都说到这一集 你明晚不要再叫 蒙庸讲中国话的 蒙庸回来又是这件事 是其是非其非 这个叫做坚持一国原则 尊重一国什么 尊重两制差异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又报多一个星期 就是死人了 是非常负能量 尤其你搞到BNO那里 很多香港人都想着回来 英国生活很凄凉 英国又多罪案 对不对 现在搞到整班BNO都不敢回来 你不是想人才 现在终于承认人才外流 你想人才回流 你还在说香港搞到一个 叫做人头讲布施讲 那你要怎样外流回来呢 是所以这件案 讲到这一节 我们就不讲了 怎样回流呢 请问 是吧 你说是否应该法庭 颁布禁制令 准说这件事 我们第一个遵守一定不讲 好 我们的广告回来继续 《笑傲江湖》 《光明顶》 《会灯灵绝顶》 《一览中山小》 《光明顶》 《陶杰》 《逢之正》 《陈杰》 《 target 鑫灵绝顶》 《辢之正》 《陈杰》 《平时王》 《平时王》 《金鑫》 《壮之正》 有多衰落呢? 刪殺本身這件事是不應該存在的 有和沒有而已 什麼叫做衰落呢? 陶先生 一位《動物農莊》小說的作者歐威爾 在他生前寫過一篇散文 是很有獨特的見地 他說在英國 本來在19世紀 告然發生很多兇殺案 謀財害命也有之 是因為懲殺也有之 那些兇殺案的情節 他認為 他分析的第一 很多是中產階級 第二 謀殺的過程最重要 是很高級 就是殺人不見血 不會說血淋淋 令人不安 還有出事 殺人的動機 雖然是跟錢有關 是很可能 很多只是小額的錢 所以他認為 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英國的謀殺案 比起19世紀末 19世紀中 就出現很多殘忍 和情節很血淋淋的案件 他認為這是英國謀殺案 質素品味的墮落 他認為這樣的墮落 可以顯示到整個社會 或者帝國走向衰落 這是一個特徵 他說這些兇殺 是呈現一種美國化 即是說以前做這些案的人 他是受高等教育的 他的地位相當之中產得來 很專業的 還有他做起來 是一個人 那個佈局很精密 所以這麼多精彩的 Agatha Christie 這些正談小說 所以這篇散文是很有見地 叫The Decline of the English Murder 就是殷小見大 他由英國的謀殺案 這些情節的越來越殘忍 就看得出整個社會人心 和帝國氣派之衰亡 我們剛才所說的 也是有疑曲同工英雄所見略 是的 但是想起 其實英式和美國的 所謂的懸疑片 又或者是兇殺案片 是差很遠的 美國那些是血腥暴力 衝動一時 但是英國以前看Jack the Ripper 那些是很有型的 他認為Jack the Ripper 已經是一個分水 是不入流 因為牽涉到白刀子入紅 刀子出太多的流血 他所說的是以前的醫生毒殺案等等 很多單 當然那個氣屍的過程 其實也可能很利人作偶 如果你們很多香港人 去過倫敦的Madam Trussle立像院 裡面有一個角落 是專門講十九世紀 維多利亞時代幾宗謀殺名案 所以這篇文字我覺得很有見地 就是透過謀殺案 來分析一個社會走向衰落 這個是很重要的表證 你剛才提到香港殖民地時代 都有瑞士案 例如這個叫做 跑馬地和泥沖到翠景樓十四樓 這宗瑞士案 首先那個兇手不是香港人 是一個印尼華僑 OK 第二死者也不是香港人 是一對印尼的母子 OK 那個兇手叫林志生 然後這次被添陶因 最後是中國被添陶因 殖民地政府那時候審理 就把他引導回來 只是判誤殺罪 你知道嗎 你看那時候 多發外思人 但是這次全家出動 很明顯有這樣的家庭背景,死者的身世也是這麼傳奇 年紀輕輕就已經這麼大手筆向前夫送錢,這些都是違反常委 再加上整個中國大陸2005年開放SIPA自由行,背靠祖國 這次想窮都很難,這個也都顯示到中港,這個不只是血龍於水 真是血龍於水的金錢和財息的關係,還有這些名媛 你看社交媒體那裏展示,那些朋友那種靚化都是同一個模式 所以這件事來說,在倫理、社會、人權、戲劇、性別等方面 是有很多可以值得討論的空間,但是在這個數碼和網絡時代 你每個人一起去討論,是會散發負能量的 所以這個是全球化之下,那個通訊網絡再加上中國因素和香港特色 是一件現在吸引到全球圍觀的香港故事頭炮 你這個吸引人才那裏就弄個賀健灰了 你現在是向全球說好香港故事,弄成這樣的東西 那你說香港是不是頭頭碰著黑呢,我覺得 是的,還有你剛才用那個角度很好,就是 其實任何一宗案件,它背後的前設是真的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問題 你想想其實很多在英國的著名小說裏面,你見到也是 就是它整個背景就反映了那個時代發生了什麼事 今次這一宗就有一個中港的背景 早年有一宗很慘情的,就是一個老人家兩夫妻 因為那個老人家想照顧,或者他無能夠照顧到他太太 所以就做了誤殺行為 這件事也反映了整個社會是多麼墮落 香港已經沒有了這些林過雲年代 又或者我們純粹是一些精神病人的年代 現在所有的案件背後,見到著香港一個 不是一個案件的衰落,只是一個香港社會的衰落 你人人控制,這些也是畸形的現象 這個叫做單一話題,以及集體抑鬱壓抑的情緒爆發 由一套紀錄片,至到一個三代,叫涉嫌的 暗黑倫理的衰尸案,都可以引起這麼大的恐怖 這是有全球化的特色,有中國特色,有香港特色 有普世性,也有獨特色 有很多神學的人士說,你在香港是缺乏宗教信仰 你也可以在神學那裡說,神已經遠離了你 所以你有發生這樣的謀殺案 你說是不是有很多漢點 沒有了精神價值,有些人說不是 都是個別案件,不代表全部我承認 既然是個別事件,就不需要深入討論 不如說回偵探情節,為什麼會這麼老襯 用一種這麼傻的方法去處理屍體 死定了,一定會中槍事發 所以這些家人到底是蠢還是智商高呢 不如討論這個問題 只是這個問題也很人人入色 好吧,這件案件希望盡早解決 但無論如何,明天回來 光明頂依然繼續說中國問題 不說這件案件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方辭各位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每天放鬆 立刻like、share、comment 還要在YouTube按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手指令方電台節目火葬 手指令方電視